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璀璨海岛 上演着多少人与海的传奇故事 潜水迷倒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海 禀地处北方也称北海 它三面环路是一个禁封闭的内海 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与山东半岛北岸的蓬莱遥相对峙 想一双巨壁把渤海环抱起来 海岸线蜿蜒曲折 所谓的形态好似一个保护路 保护路中星星点点 其中151座岛屿如蓝丝绒上的项链发出晶莹璀的光芒 这就是长山列岛 这些岛屿大小不一 形状刻意 它们犹如一本本让人类纵观古今的教科书 有的记录着山海变迁的自然美丽 有的铭刻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有的书写着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 本集地理中国海岛考察队将对长山列岛进行科考 在大黑山岛探寻山势雄险造型奇异的海石地貌 前往陀基岛揭开藏宝石屋的秘密 讲述大瓜楼帆船的前世金山 考察队从山东蓬莱的码头成团 前往大黑山岛 两个小时之后 船的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座岛屿 向岛介绍说 这是高山岛 也叫万鸟岛 随着靠近岛屿 游船放慢了速度 这时成百上千只海鸥飞了过来 他们围着游船 时而上升 时而俯冲 与游客们亲热的互动 随同考察的专家告诉队员们 这是黑尾鸥 每年五月 成千上万只黑尾鸥都会来到高山岛繁越后代 等到秋季再带着小海鸥一起飞到南方去越东 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鸟儿选择高山岛作为自己的栖息地呢 专家说 由于长岛处于渤海海峡的黄渤海交汇处 岛屿比较独立 其中90%以上为无人居住的小岛 人为因素干扰较少 再加上高山岛的斗崖层次多 犹如高楼大上 非常适合鸟类栖息筑巢 因而成为了候鸟间细过程中的理想居所 向导告诉记者 万鸟岛上的候鸟大都是体型较小的鸟类 而考察队即将前往的大黑山岛 则是很多猛禽的栖息地 考察队乘船向南行近约20千米 终于抵达了大黑山岛 这是一个雨滴形状的岛屿 西北部是森林覆盖的山地 东南部是海拔较低的滩图丘陵 岛民主要居住在海岛的东南部 刚一下船 考察队就看到 一个人正坐在海滩上 手里拿着一个线轴 而数百米之外的海面上 则漂浮着一块黑色的帆布 帆布时远时近 看上去仿佛是在海里放风着 它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渔民告诉队员们 这是岛上特有的一种捕鱼方法 借助锋利把一根鱼线带入海中 鱼线下面挂满了鱼钩 这样既能让鱼钩漂浮到很远的海水中 又可以一次下上百个钓沟 比用一根鱼竿钓鱼的效率要高出很多 有时候好的时候 现在就能放120条 120条 也分潮流 都很有经验了 你放这个几十年了吧 小时候15岁都放一个 现在65你看放多年 不一会儿渔民开始收线了 只见十多条体型瘦长的小鱼 挂在了鱼钩上 考察队注意到 这些鱼都是一个品种 渔民说 这种鱼叫真凉鱼 因而渔民们把这种带翻的装置 叫做真凉船 那么为何只有真凉鱼会上钩呢 看嘴比较长 它的下额比较长 下额长 上额也延伸一下 然后它在水的上层气息 主要吃那个浮游生物的 下额这么长吧 它容易把那些浮游生物拖住 随行专家王一燕告诉记者 挂在鱼线下面的鱼钩 距离水面很近 只有三四十厘米 而真凉鱼 恰巧就是在这层海水中生活 这个鱼就是 主要分布在黄泊海的这个流域 上层七夕的鱼吧 它一般背部的颜色 都是这种青色青绿色的 然后腹部颜色浅白色的 它上面这个青绿色是保护色的 对它有一些保护色 另外它与主要海的颜色差不多 黄教授继续解释说 大黑山岛所属的长岛海域 属于冷暖流交汇之地 浮游生物丰富 适合鱼类生存繁衍 是开展海洋捕捞业和养殖业的理想之地 也正是因为这片海域鱼下丰沛 长途跋涉迁徙的鸟儿 选择再次落脚 繁育后代 补充体力 也由此吸引了很多以小鸟为食的猛禽 光顾这片区域 为了对长岛地区的候鸟状况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天一早 考察队跟随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强军 来到了海岛西北部的山林地带 当一行人快走到山顶时 记者看到山脊两侧固满了天罗地网 范强军介绍说 这是为捕捉候鸟而设置的鸟网 原来捕捉环制鸟是环制工作的先决条件 这些来自俄罗斯 西伯利亚和我国长白山大小新安岭的候鸟 不管是骤迁的 夜洗的 大都会在大黑山岛上寻水觅食 栖息过夜 不一会儿 范强军就在网兜里抓到了一只鸟 必须得从这一面伸手把他从网兜里头拿出来 你从网兜里拿出来 然后要翻过来 翻过来 把网从身上剥离开 你看啊 这个 看 范强军介绍说 从网中摘鸟既要动作娴熟快速又要谨慎仔细 这样才能确保鸟的吃尾不受断折 我们今年给这种鸟带上了卫生跟踪 后背上被一个卫生跟踪器 就我们内用现在的高科技 看看它究竟是产食的它的路线 它的气息地 它的繁殖地 考察队跟随范强军继续在山脊上进行环制工作 这间山上五鸟用的兜网越来越密集 看这边有一个鸟 这边有接着一个鸟 看不看啊 这个鸟接着以后 马上就落下来了 马上落下来以后 必喝了 这个两根扇必喝了 大家一起 必喝了 它在里边就出来了 到那网组里头 这个个体很大啊 这个也是长耳啸 这也是长耳啸 也是非常漂亮的 范强军告诉考察队 候鸟在大黑山岛环制放飞 有可能在国内外其他环制站被捕捉 这些过路客所提供的迁徙路线等信息 是宝贵的科研数据 特别是对宾威或即将灭绝鸟类的保护 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 这些候鸟为何会青睐大黑山呢 范强军解释说 一方面是因为大黑山岛生态环境优良 岛的一侧有人类居住 另一侧则是茂密的山林 无论是植物果实还是蛇属昆虫 其数量在岛上都比较多 另一方面 也和大黑山岛的一种特殊地貌有很大观点 它们能够为鸟儿提供天然的住所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地貌呢 范强军说 在大黑山岛东北部有个龙爪山 那里是这种地貌最为典型的区域 为了寻找答案 考察队再次踏上了科考之旅 来到大黑山岛东北部的龙爪山后 考察队看到 海边的崖壁上 有一条长达千米向内凹陷的通道 很像是古人为了运送人员和物资 而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战道 可是人们在海岸边修建战道 又有着怎样的目的呢 随同考察的专家张云吉说 这并不是人工开凿的战道 而是属于一种典型的海石地貌 海石地貌是指海水运动 对沿岸陆地侵蚀破坏所形成的地貌 而要形成眼前这种战道的形态 除了较强的风浪和海流 对岩石形成了巨大的侵蚀破坏作用 还因为岩体中具备硬度不同的分层 海水运动将软弱的岩层逐步掏空 最终形成了战道的模样 专家告诉记者 如果说海石战道是属于海石地貌 横向发展的代表 那距此不远的九丈崖 则属于海石地貌纵向发育的奇观 在张云吉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了北长山岛北部的九丈崖 只见一道斗崖 立于海滩之上 至少有五六十米 张云吉教授说 在众多海石地貌中 海石崖是最为典型的一种 海水的冲刷侵蚀 是形成这种自然奇观的原始动力 它这个垂直结理如果没有贯通 那么海当拍上来了以后 里面的空气会被压缩 压缩了以后呢 这个产生非常强大的压力 它会使这个列宿扩大 会使这个没有完全贯通的 这种垂直结理贯通了 那么一贯通了 它可能就坠落了 专家接着告诉队员们 在长岛地区 除了海石栈道 海石崖 还有海石洞 海石柱 山与海的对话 造就了让世人惊叹的自然奇迹 而海石作用形成层层叠叠的断崖凹陷 也为候鸟提供了柱潮孵化的理想栖息地 考察队继续乘船 前往长山列岛中部的驼鸡岛 向导介绍 驼鸡岛虽然没有像大黑山岛一样的生物种群和自然奇观 但是近些年来 却吸引了很多人前去寻宝 岛上究竟隐藏着什么宝物呢 随着船舶驶向渤海深处 风浪开始变大 船也左右摇晃起来 加上长时间的航行 考察队成员出现了严重运船的情况 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 感觉风浪还可以 但是过了珍珠门 到了外海之后 风浪就变得特别大 在海上渡过了艰难的半个多小时后 考察队终于登上了陆地 跟随向导 考察队来到了驼鸡岛的摩石嘴村 只见村子的房子大都是石头搭建 不仅矮小 而且砌墙的石头也像是随意堆砌 看不出像是一座藏有宝物的村庄 然而令考察队感到无比意外的是 向导说 人们寻找的宝贝就隐藏在这些石头中 甚至还有人愿意出高价 购买这些石头房子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海面上的一群人吸引了考察队的注意 只见他们大都穿着连体的橡胶衣 头戴橡胶帽 腰上还系着重重的铅块 向导介绍 陀基岛附近水质较好 海参海胆产量极风 眼下正是海胆丰收的季节 这些被橡胶衣帽包裹的人 当地居民称之为海猛子 都是潜水高手 利用最简单的装备 就能一口气扎到海底 捕获到珍贵而鲜美的食材 这些被橡胶衣帽 虽然每一次下海,海猛子都要冒一定风险,而且这些海产品价格不菲,但是渔民们也绝不会因此劫责而渔。 他们甚至为海洋生态留有发展空间,才能让自己的好日子更长久。 时尽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海猛子收工上岸,考察队和他们相伴回到摩世嘴村,一路闲聊,竟然意外获知了藏宝石屋的真相。 买房的时候主要是要这个石头,把房扒了,要这个石头运动,做宴台用的石头,非常值钱。 相传,最初来到陀吉岛定居的古人,发现岛上有很多带有花纹的石头,非常美观,于是便搬来搭建屋舍。 之后,人们又注意到,其中有些石头,石面上星星点点,璀璨耀眼,雪浪如云浮动,飘渺虚无,质地则硬度适中细腻润滑,非常适合制作燕台。 经过工匠的一次次尝试和雕筑,一种被称作金星雪浪燕的名品,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专家告诉队员们,上好的燕时,圈云母和绿泥石的含量为75%至90%,而金星雪浪石为85%,恰好介于两者空间。 这样的绝佳品质,使得金星雪浪燕研磨时间短,研柱的墨润而不慎,从而积身燕中精品堂裂。 前龙皇帝曾作诗,称长岛的金星雪浪燕,与广东照进的端燕,各有千秋,互有特长。 如果说,人们一次次的意外发现,让金星雪浪石这种大自然的溃赠进入到人类的生活中, 那么,陀基岛上独有的一种特殊渔船,则是古人与海洋博弈中的智慧产。 这是陀基岛独有的一种墓船,人称大瓜篓。 塔历史悠久,适合远洋捕捞,可以载重20吨以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鸡帆船的兴起和普及,大瓜篓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消失殆尽。 仅存的这艘大瓜篓,是2003年老工匠们使用传统工艺,历史半年建造而成。 如今已不再作为渔民们日常使用的工具,而是停靠在庙岛堂,进攻游客观赏。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古老渔船的特性,考察队找到了长岛船模制作手工艺人刘延安。 在得知考察队的来意后,刘延安带着众人参观了不少他做的防骨船模型。 细心的考察队员注意到,这种被称为大瓜篓的帆船,船底如同平底锅。 而南方那些适合深水远行的大船,却多为尖底。 大瓜篓这种与众不同的设计样式,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刘延安解释说,大瓜篓之所以建造成平底,是因为陀基岛附近海域水浅,暗藏沙丘,尖底船容易搁浅。 但平底船没有这样的顾虑,涨潮后,船就可以浮上海面正常航行。 又因为船宽,加上各项保持平衡的设备,所以大瓜篓在风浪中船不易轻翻。 多维多帆的配合使用,使其能合理利用风能,让船舶吃水浅,阻力小,在航行的时候跑得又快又可能。 大瓜篓也因此成为了陀基岛渔民在风帆时代远洋捕捞的得力助手。 那么,这种设计合理,实用性强的渔船,为何被称为大瓜篓呢? 为此,考察队找到了当地研究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郭贤坤。 郭贤坤认为,这种叫做罗篓的植物,很可能与大瓜篓帆船的名字有关。 至于陀基岛的当地人,是否因受到了这种植物的启发,造出了大瓜篓这种简便实用的帆船,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 这些曾经在黄土地上安身立命的先民,挣脱土地的束缚走向海洋,适应环境与海共舞,改造工具,团结协作。 他们掌舵摇鲁,驾驶着大瓜篓,远洋到渤海,黄海,甚至东海。 在惊涛骇浪中谋求生存之道,在蓝色原野上收获经验记忆,最终形成了长山列岛独特的瑜伽文化。 离开陀基岛,地理中国考察队向长山列岛的南端前行。 古多时,一条由历史组成的天然堤坝出现在考察人员的面前,这件它延伸入海。 一侧海水为淡黄色,另一侧呈现为蓝色。 两侧海水相互涌动拍击,火桃汹涌,浪花滚滚。 堤坝的上方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阻挡住了两侧海水的融合。 专家告诉考察队,这就是长山列岛的最南端,长山尾。 如果把海面上的这些岛屿比喻成一条海上巨龙,那么长山尾无疑就是巨龙的尾部。 它蜿蜒入海,把浩瀚的大海分成了精卫分明的两个世界。 西侧是海水略微泛黄的渤海,东侧是海水湛蓝深邃的黄海。 随同考察的专家告诉队员们,来自黄海和渤海的波浪及沿岸流,把侵蚀下来的石鹰岩碎块搬运至此,沉积形成石鹰岩立石沙槌。 温然天成的绵长癌字形,顾似银龙在黄渤海分界处摇头摆尾。 纵横的江河从陆地上带来大量的有机物。 奔腾不息地流入渤海,是这里成为了天然渔场。 丰富的渔业、旅游、海盐等资源,为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 这里的山威鹅高所,海广袤无银,是此方百姓赖以生存的蓝色巨宝盘。 接下来,地理中国海岛考察队将穿过黄渤海分界线进入黄海海域。 依次考察山东荣城,感受奇特民居海草房的独具匠心。 前往连云港,探秘海上仙山花果山的极特生境。 最后,到达黄海南部的边界点启动。 讲述滩图变凉田的传奇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